喂!喂! 我可不可以問你幾個問題? 可以啊!你做街坊? 是啊! 我想問你有沒有拍過一套? 我有啊! 沒有! 真的嗎? 對! 網亂算不算? 那你有沒有遇到一些很差或者恐怖情人? 情緒勒索你是不是? 全部都很好 我恐怖一點 什麼? 簡報力? 跟我一起三年的男朋友 原來他是一個四年的對象 還要是同居的 是啊! 是啊! 我覺得是我太相信他 很差的關係 當然有的 長大的環境很不同 很容易錯誤 那如果給你這一刻 你會選擇單身還是拍拖呢? 那當然是單身啊 單身啊 其實我結了婚 老公聽不到這一秒鐘 以思覺來說就是單身 單身就好 我一直照顧另外一個人的想法 我最蠻累的 單身可以擁有更多自己的時間 將他的人生納入我的人生 我負荷得太多 我一個人擁抱事情之後 為什麼要在做這個人 可能我太挑 所以我單身好像舒服一點 拍拖 很多顧慮 喜歡去旅行就自己去旅行 只需要顧自己 就不需要顧另一半怎麼看 無拘無束 有 還有我可能身邊太多女生 會怕喝醋 你是中央空調 不是 我比較好 所以我怕女朋友會覺得我是中央空調 其實我不是 如果有的話 應該只能開給她 可能出去玩 喝酒 不會有人出去回家 或者 單身也不要緊 你可以這樣做 你覺得單身有什麼好 有什麼最享受的地方 單身好像小鳥 自由飛翔 很高的地方 看上去的時候 喜歡選什麼就選什麼 最享受的就是 期待下一段關係 因為好時候 沒有的時候 就會想有 多數沒有的時候 就給你一個機會 去想 去產生烏托邦 這個關係 其實是很好的 就是你會想 什麼時候有白馬王子 可以用你的時間 work on yourself 因為拍拖 你會沒有時間 想自己有什麼問題 有什麼 hobby 你想做 自己的時間 可以由自己控制 我覺得就吃喝聽音樂吧 就不用 聽別人的意見 要聽她的歌 或者是誰 就可以聽自己想聽的 我聽平坐的 我要聽自己想聽的 你身邊的朋友 多數是單身還是拍拖 他們單身 我都是 可能單身的人 身邊的vibe 全部都是單身的 我覺得可能 跟雪莉有關係 就讀書越多 可能就覺得 有更多的其他的追求 比如說去旅行 因為畢竟這個年紀 肯定有很多人在拍拖 是很正常的 大部分都有拍拖 都不會覺得 很孤獨 他們個個都有拍拖 排拖吃飯 可能他們會帶男朋友出來 那些 但是我覺得 我一個這樣 這些都會有點尷尬的 現在去到 Certain的年紀 有些人就會逼婚 問你 你拍拖沒有 我妹妹上個星期 她男朋友才求婚 但我沒有壓力 因為我覺得 這個年代 很多時候都可以很快 都可以很慢 有時候 一起了一會兒 又可以有新的計劃 或者不一起 又會覺得很想結婚 一起到又是另一回事 我又覺得不會 我覺得跟朋友 或者是家人 最重要是自己內在 開心 你們家人 有沒有催你結婚 有沒有壓力 都真的有 我以前小時候 覺得很困難 這些事情不會發生 在我身上 尤其是長輩 媽媽那些老一些 他們就會不停催 因為他們覺得 我要看到這一刻 都會有一個大壓力 老實說 因為我照顧他們 但其實我覺得 我放在我自己第一的時候 我想就結婚 但是我覺得身邊的人 很大壓力 因為最近很多單身的朋友 但他們很想 復活一些人生的目標 例如很想結婚 生孩子 又很想有一個家庭 但我們這樣聊下去 才發現 現在世界上 初老的年紀來說 單身的男士很少 單身高質的男士又少 單身高質的男士 八成都未必喜歡女生 所以其實我們可以選擇的 很少 所以壓力開始就大了 噢!分析得很好 我沒想過 今天的街訪 訪問了很多人 還有不知道為什麼 是不是這個年代的問題 好像大家都很開心 是單身 很想單身 也都沒有覺得單身有什麼不好 我覺得單身還是拍拖 都不要緊 最重要是你不要跟其他人比較 最重要是你這一刻 是想要什麼 你想要一個很好的伴侶 跟你一起分享 還是你想要自己一個 spend time alone 我覺得最重要是你知道 是不是我們 我們看看 多謝 多就好 沒關係 不解 還 們